水里国中网球场于921地震后建成 至今20多年未整修 有多出角落及草皮损坏 危及学子安全 对此在建地方澄清后 县员陈淑会特别要及县府相关单位前往实地会刊 那水里国中的人工网球场 是在921地震之后所建制的 一直到现在也将近20几年 所以人工草皮的这个球场 有很多角落都是已经损坏掉了 然后整个草皮都已经坏掉 然后有一些破旧 然后我们在打球的这些好朋友 就是用那个钉子这样把它再钉下去 其实我们钉的这个钉子 只是固定它 不要让这个草皮块被掀起来 但是也有它危险的一面 往往学生在培训在打球的时候 就去打到 然后就会受伤会跌倒 所以这个球场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水里国中校长李慧芬 感谢陈议员及县府 对于水里国中网球场的重视 特别前来会刊 也希望能够紧述编列预算 协助改善 水里国中网球场非常的棒 因为第一座已经有修缮完成 那目前还有两座需要继续修缮 那今天呢 议员跟体健科科长 还有教育处的同仁 还有我们的民意代表 还有我们的乡民代表 村长都共同来关心我们的网球场 希望我们赶快拟定经费概算之后 恳请寻求经费的一个协助 让学生还有我们社区居民 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场域 以此在此感谢 县议员陈淑慧指出 整座网球场整修后经费约200万元 对此也呼吁县府能够重视协助改善 那如果整修起来呢 可能将近200万 我相信200万对整个南投县政府的预算来讲 不是很多 可是200万师做好呢 可以达到全民运动的一个宗旨 但是更可以在这边打球的学生 或者是社会人士的朋友 能够有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场地 税率国中网球场为了让草皮固定住 长期都用钉子来固定 而目前已有多数草皮破旧掀起来的情况 危及学质安全 县议员在会议看过后 也呼吁县府能够紧速改善 让民众能够有一个更安全舒适的运动环境 记者雄俊水里采访报道